新春开运连环发 限量独家加码三连发 第一发万元开运金天天发 第二发加码一到二打黑马标股 第三发一次买两季再打88折 现在加入新春开运连环发 就让你赚得快又大 立即了解请恰 LINE AT STOCK 888 过来点02-2581-9090 询问 欢迎您好 欢迎准时收看 股市权威回答的财报 优于预期 台北股市今天是再度的上攻 中场是上涨176点 再创新高收在18,852点 今天的成交量是来到 3,978亿元 今天的盘是怎么分析 现场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 首先是永成国际投股的 陈伟良分析师欢迎您 明乐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陈一群分析师欢迎您 大家午安 大家好 还是怎么观察 我们先来请教未良老师 千万向前冲 理财放轻松 跟着股市权威掌握台股重点 回答的财报 财测激励了市场 台股目前良性轮动 减指数又改写历史新高 眼看万九就在眼前 两万什么时候达正呢 另外在华泰今天创高之后 却呈现拉回 而且其他的AI一军 也都有类似的走势 那这些强势的AI股 是不是要涨势告一个段落了呢 那反观AI的骑兵 又藏在哪里呢 那目前信英的股价 还能够再上车吗 尤其是昨天跟大家呢 特别用力预告的信英第二 你想知道它今天的表现吗 偷偷预告一下 今天盘中大涨大概呢 将近九个百分点 那后面有什么样标股的故事 我们一起来把握 另外CPU呢持续的夯夯夯 那么光盛股价改写天价 光环能不能加速赶上呢 还有呢先进光就是这一道光 今年2024年最闪耀的一道光 光学镜头股票里面 先进光呢 今年真的是大黑马大惊奇 而且今天股价呢 不仅又改写历史新高 而且还亮灯涨停板了呢 那会不会呢 目标价要提早达正了呢 另外重电股最近也瞧瞧的增温当中 除了华城还有市电 股价都很抢眼 其实还有一档呢 大家没有留意到的 隐藏版的重电股 它和市电有关系 它也和最近的一档呢 新兵九鼎也有密切的关系 是谁呢 待会不尝试直接分享哦 所以今天的节目呢 每一分钟你都不能错过 一定要看到最后 请记得帮我们呢 在YT频道上面搜寻一下 股市权威陈薇良 给大家呢一个善意的提醒 您的每一个赞都是呢 魏洋老师坚持做好 节目品质的最大动力 所以也希望呢 大家按一个赞 帮你自己的财富集气 也给我一点呢 鼓励跟加油打气 好 我们看一下 今天大盘的部分哦 那今天呢 涨了176点 股价创新高 那我特别观察了一下 今天上涨的加速 略多于下跌加速 还不错 那OTC呢 今天也是上涨的加速 略多于下跌加速 只不过差距没有很大 那我这段时间呢 其实提到 大盘就是在台积电为主的 这些全脂股 还有呢 其他利基型的中小型个股 轮动的架构 那这是一个良性的轮动 并不会说有什么 拉东出西拉 拉基盘 台积电涨 其他就东倒西歪 其实它就是一个轮动 所以呢 有时候要公指数 让整个行情的空间 撑高 那就是呢 去动用台积电 像今天就是 那有的时候呢 台积电就休息 那就换了小型股 那值得一提的是呢 今天大盘不是创新高了吗 来到18881 但台积电还没过709 所以就由此可知 代表呢 台积电的一些空间 有慢慢浪出来 给更多更多的个股 能够参与行情 那当然今天呢 万众瞩目的 挥达财报呢 公告出来了 我想大家都已经看到 我就简单提一下就好了 它的营收 它的获利 也就是上一期的财报 真的是哦 没有这个最好 只有更好 因为呢 市场上原本就已经 用极高的标准来看待 没想到呢 挥达真猛 它缴出来的财报成绩单 比高标准 还要来得更好 所以是优于预期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知道财报重要 财测更重要 因为展望是后面 那财报是过去 所以呢 财测的部分也很重要 那也是优于预期 所以基地呢 回答盘后股价 是呈现大涨 那一度大概涨幅 将近有一成左右 那盘后它的高点 是来到735 那我们回头一看 财测这一波股价 最高来到746 历史新高 那从昨天盘后走势来看 今天呢 今天晚上 这个在交易时间来看 财测的股价势必大涨 不过我觉得呢 未来这几天之内 最好是在三天之内 我们要呢 进一步看看 财测股价 能不能再去突破 746前波的历史高点 因为这个很重要 你想想看 它的财报这么棒 它的财测也那么棒 那合理来讲 股价就应该要 再改写新高 如果你有呢 这么强大的利多 可是股价呢 涨归涨 万一只有一日庆祝行情 或者是过不了前高 那这个呢 大家恐怕也还是要呢 比较冷静的去看待一下 相关个股 接下来的走势 不是趋势不好 但是呢 操作节奏很重要 买卖点很重要 好 那我们呢 其实在昨天的节目里面 事先有提醒大家 你如果要买呢 AI一军正规军 什么样状况之下 才是好的买点 绝对不是利多出来 不是财测财报好 也不是财测股价大涨 而是呢 如果有利空 如果财测股价跌 那他们经过了测试 利空直跌 直跌 利空直稳 这反而才会是一个 比较棒的买点 希望大家有听进去 那我们知道呢 这几天 如果以AI股来说 大概最强势的个股 甚至有一点逆势走强的 就是呢 2329华泰 可是你看 他今天呢 随着灰达的财报出来 结果反倒是开高走低 那所幸呢 他的回档的幅度 还不算太深了 那但另外我们看一下 2376技嘉 那今天可以说 几乎就是开最高 收最低 3231伪创 也是呢 差不多一个情况 所以千万不要呢 以为财报利多 或挥达股价涨 那这个呢 就一定是国内AI股的票房保证 有时候呢 其实对于大家都知道的利多 你反而要懂得反群众心力 来做思考判断 好 那我们认为呢 AI股 当然今年呢 一定还有很多很多的话题 内容 故事 但是其实考验大家就是什么 不是股票代号的问题吗 技嘉你需要有人给你报名牌吗 齐鸿 台光电 甚至华泰 利台 这些AI股票 哪一档标股你不认识 你需要有人给你这四位数报名牌吗 不是 那你需要的是什么 你们有没有去思考过这件事情 那你需要的是什么 其实对于这些人尽皆知的AI一军股 你需要的是买卖点的掌握 你们同意吗 不是不知道伪创 不是不认识广达 可是呢 常常买错位置 卖错位置 所以呢 套牢亏损 所以你需要的是买卖点的节奏 那这个部分呢 你就要找你信任的专家来带领你操作 那至于说呢 AI这个话题 这个趋势之下 一定还有很多的骑兵 胜利军会加入 所以呢 这些才是你所需要的新的代号 比方说 欧阳老师跟各位讲的 6126信音 这两个股 你们以前有注意它吗 你们以前知道它背后的故事吗 可是我想呢 透过这几天 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讲 那你对它应该至少 有一些基本的认识了 那当然如果你有直接来参与 一起来呢 享受它的一个飙涨 那就更开心了嘛 更实际 那我看呢 其实今天的信音 股价还算是不错的 因为呢 它仍然是又创下新高了 所以呢 在这五天以来 它只有经过一根长黑K的洗盘 那当然这个洗盘呢 我觉得也洗得蛮成功的 所以才会有呢 昨天的涨停板 因为呢 有一些幅额 大概就是吓得跑掉了 那我们提到 信音大概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呢 通过辉达认证 那切入了AI伺服器的供应链 那第二个呢 打入呢 DDR5的连接器 那这个部分 其实已经通过了HP的认证 那后续呢 还有其他的大厂跟大订单 那第三个呢 它在去年 其实跟泰塑 有更进一步的合作 除了呢 是股权上面的一个合作 那未来呢 也会有营运业务上的合作 那泰塑的获利 将可以呢 来贡献信音的财务报表 那第四个 那信音本身呢 它的转投资公司 信音电子 在中国市场有挂牌 那这个部分来说 其实我们如果算一下 这个信音电子 目前股票的市值 其实回头它对于呢 信音的市值贡献 大概估计就有呢 折合台币五六十亿 那如果你去看一下 信音目前的股票总市值 就信音6126母公司 它的股票市值呢 只有四十几亿 可是呢 它所持有的子公司 信音电子的市值 就已经超过了 母公司的市值了 所以这代表就是被低估了 那更何况我们讲 资产负债表里面 什么东西呢 是最真实 最不会骗人的 就是现金嘛 真金白银 真的假不了 那信音账面上 现金就有四十九亿了 那你说它是不是被低估 所以把这些都反映进去 要本业 有本业的新题材 新订单 要业外也有业外的收益 再加上呢 它还有呢 被低估的转投资 跟现金的价值 所以我们对它的一个想法 来讲的话 认为呢 这将会是今年第一季 台股当中的一大黑马 那破乱当然还有空间 所以这里呢 你仍然是有机会来做把握 你千万不要呢 小鼻子小眼睛 小看了它也小看了自己说 都已经涨到四字头了 三根涨停板了 那不要买了 那你不要乱买 不要乱追是真的 但是呢 这当然还有空间 我带你去买 那当然呢 你昨天不敢买信音的人 我有没有给大家 另外一个机会 当你关上一扇窗的时候 我又帮你打开另一扇门 那这扇门呢 就是信音第二 那今天呢 盘中它大涨 其实接近涨停板 差不多涨了9% 那这一切呢 都只是一个开始 就如同呢 信音当时一涨 也能够呢 快速地拉了三根涨停板 所以这边来看的话 信音第二 关于它的基本面 技术面 筹码面 我们都还是先做一些保留 因为呢 希望不要呢 一下子公开之后 让它的筹码乱掉 一洗盘呢 这个很多会员呢 其实会比较辛苦 所以我希望呢 它在筹码越干净的一个阶段 有越多认同魏杨老师的朋友 能够一起来做上车布局 好 那另外呢 CPO的部分呢 今天是涨跌互件 那光环的部分呢 今天也是在平盘上下去 稍微做整理休息 不过我并不担心 上个星期只有两个交易日 因为呢 刚过完新年嘛 但是呢 大户持股一口气 暴增了大概1500张 那目前来算的话 其实大户的成本 跟现在的股价 真的还没有拉开 那后续呢 CPU我认为呢 低位阶或者是说中低价位的股票 补涨的动能 似乎特别值得去做期待 那再来呢 则是提到3362先进光 今天股价又加速度往上了 这真的是涨到太多人都不敢相信 这我真的是敢 这个拍胸脯讲 如果不是我带着家族朋友操作 如果不是我在呢 我们股市权威节目里面 经常经常的追踪分享 而且呢 透露很多很多资讯 让大家知道 我觉得呢 很多散户 其实大概早就下车跑光光了 但是呢 有相信威廊老师朋友 有认真收看节目 甚至跟着我们行动的朋友 这一次你真的 会深深刻刻的去体验到 什么叫做波段潜力股 什么叫做翻倍黑马股 很多人在股票市场操作 目标都是希望能够大赚 甚至翻倍赚 但是呢 终究很少人是真正去体会过 那原因就在于呢 常常跟标股擦肩而过 你都认识标股 但是呢 你不熟悉标股 导致呢 一涨了就想要卖 抱不住 那股票其实就是这样子 你要呢 越深入了解基本面 你越能够知道 它的真正的价值在哪里 那股价反映完了没 那你越能够领先掌握 你的成本就能够压低 那一旦碰到他休息或洗盘的时候 你就比较不会怕 那有时候自己一个人 不一定呢 做得到 那你就要呢 找一群人来帮你 或找一个 你能够信任的人来带领你 好 那我们再讲一次 先进光呢 今天来到了284.5 涨停价历史新高 为什么涨了又涨 而且最近还加速度 你看最近一口气 它涨这么多 其实在呢 这个1月份的时候 先进光啊 办公司的年度尾压 他在办尾压的当天 尾压是晚上吧 当天的早上盘中 温阳老师就发讯息 跟我们权威家族朋友讲 他在尾压 会有一个重大利多要宣布 那这个重大利多 就跟呢 这个他的美系大客户有关 那原本是笔电的供应商 那后来呢 又切入到了平板供应链 那最新的尾压利多 是准备再吃下手机的订单 那各位想想 从笔电到数量更大的平板 再到数量更大 而且是倍数的手机市场 那这个成长潜力有多大 所以现在其实先进光啊 老实说他不缺订单 那客户的订单这么多重要之下 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产能 产能能够放大 那你的营收获利就能够放大 所以今年第一季 他就会开出新产能 那产能预计会增加六成 所以今年的第一季营收 当然是成长可期 因此你看一月份的营收 他不就是已经改写历史新高吗 那除此之外 他的第三 第二个跟第三个支柱 分别是来自于 在指纹辨识系统的部分 扩大到全球的前三大品牌厂 也就是包括 Dale 联想 HP 还有就是在这个车用的部分 进军国际的大厂 那这个相关的一个订单的部分 其实如果通通把它加起来的话 那未来的先进光 它将会有连续几年都进入到 高速甚至翻倍的成长 那我在昨天 在前天 我想陆续都举了当年 郁金光打入苹果 iPhone之后的例子来举例 也算是暗示明示 各位 就是关于先进光 你要怎么来看目标价这件事情 因为很多人私讯问我了 所以这样算一算 你就知道 其实先进光 基本上 它的股票怎么看呢 我只能说这样子 那这是OK还是什么意思 我就不多说了 那总之呢 要特别感谢 所有相信魏杨老师的朋友 这一波呢 真的是让你能够体会到 什么叫做翻倍赚 因为我们从了 130几块买进到现在 获利已经超过一倍了 那就算是最后一次买 买在180几的朋友 也全部都是大赚100元以上了 那当然新的股票 我们一直在努力的研究 然后希望提早挖掘出来 给大家上车卡会布局 那除了像先进光 或者说像这个国统 这些创历史新高的股票 那我知道大家最喜欢 最期待的 无非就是低位阶 低档 刚开始要上涨的股票 有没有这样的标的呢 有 而且跟台积电有关 你想知道吗 那千万不要走开 广告时间请大家先帮我 手机拿出来 加入我们的LINE官方账号 小老鼠STOCK888 欢迎大家 多多的跟亲朋好友 跟你周边的股票好友 推荐一下魏洋老师 加入我的粉丝专页 看资讯 小老鼠STOCK888 我们休息一下 好 更多的操作策略 建议关怀 提醒魏洋老师 帮大家进一步分析 欢迎回到股市权威 再把时间交给魏洋老师 好 联发科 今天登上了千元 来到1020元 创下波段新高 我想过去一段时间 我们也跟大家提到过 除了台积电之外 也可以说是另外一个 半导体的大厂 也是护国神山的联发科 其实也非常重要 只不过毕竟联发科 它的一个涨势 它只能视为是一个 指标性的作用 因为我认为 上了1000元以后的联发科 在短期内 是比较没办法快速的上涨 但是反观 其实联发科旗下 有一个小金鸡 我们在节目当中 也分享很多次 它是谁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联发科的转投资 其中它持股76%的 达发科技 我们是不是跟大家分享过 这持股比重非常的高 达发科技 今天的股价 亮灯涨停板 来到了654元 创下挂牌以来的新高了 如果你把联发科 跟达发做比较 就会知道 它们的走势 其实高度相关 但是达发比较会涨 比较会喷 魏杨老师 之前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强调过几个重点 第一个 联发科在11月7号 到今年1月12号 从市场上 直接去买了6000张的达发 平均成本531 所以当时我就跟各位讲了 它还在五字头的时候 你的成本可以跟联发科一样 另外市场上几乎没有人知道 我独家告诉你们的 神盾在2022年 也去市场上买了560张的达发 每股成本高达650元 那个时候你觉得还离很远 对不对 结果今天达发来到多少 654块了 也越过了神盾的成本 所以前面这一段 这个叫做送分题 那涨到这里 就看你们有没有把握住 事实上权威家族 尤其很多 比较跟着我 时间久一点的朋友 他们都特别特别就是喜欢 我带他们去买这种 中长期的黑马股 潜力股 波段股 我们达发 其实买在400多块 所以你算一算 到今天654 每一张就涨了200块以上 每一张就赚了20万以上 这个就是特别过瘾 所以涨到这里 因为它也已经越过神盾成本了 所以后续怎么操作 大家可能就要比较谨慎看待 但是我今天要给各位一个 好消息 另外一个机会 我们刚才说护国神山 有连发科还有台积电 那我必须要讲 还有一家公司 是你现在就立刻要把握的 它就如同当初 我讲的答发是一样的 它跟台积电 有非常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 多密切呢 请容我先保留卖个关子 那这家公司呢 第一季的财测优于预期 今年的业绩也将呢 匹吉泰来大成长 那你知道匹吉泰来代表什么意思 它现在的位阶一定是低的 它现在位阶低 然后营运要大好 而且跟台积电又有非常非常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 那这个礼拜六 台积电的日本雄奔厂要开幕了 所以相关的话题当然会延续下去 这一段时间跟台积电有关的好多股票 像设备商材料商 纷纷的大涨分出 那些涨多的股票 真的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 这个时候再去做介入 可是你可以这个时候 跟着我去介入另外一档 跟台积电有关的股票 那另外呢 隐藏版的这个重电股 就是6233旺九 因为它跟市电跟亚利有合资 成立了子公司九鼎 那本业IC设计 今年也会大幅度的成长 值得去做期待 那当然不要忘记 信英大涨过后 这两天呢 也慢慢跟进的是信英第二 今天盘中呢 股价已经大涨接近涨停板 但是呢 你绝对还来得及 这里波段来看 才刚刚要发动而已 想要跟上温阳老师脚步的朋友 真的行动要快了 股价是不等人的 新春开运连环发 限量独家加码三连发 赶紧来电或者是加入LINE 这个机会就在眼前 赶紧把握 小老鼠STOCK888 祝大家操作的顺心 这段西也提醒观众朋友们 公司与 为所推荐分析之 各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应该独立判断 想生评估 自负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同一天再会 新春开运连环发 限量独家加码三连发 第一发万元开运金天天发 第二发加码一到二打黑马标股 第三发一次买两季再打88折 现在加入新春开运连环发 就让你赚得快又大 立即了解请恰 LINE AT STOCK888 过来电02-2581-9090 询问 LINE AT STOCK888